眼镜公主 张鹏杰 图文 嗨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优秀妈妈 今天 优秀妈妈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会本故事呢是 眼镜公主 小朋友们 你们平时有好好爱惜你们的眼睛吗 如果眼睛没有保护好 那可是一件大麻烦事 今天 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 大家都叫她眼镜公主 从前有一个公主 她是胖国王和寿皇后的女儿 最近呀 她好像怪怪的 先是把橘子当成网球打 喷得大家一连橘子汁 又把小羊当小狗 拿着骨头喂羊吃 她还把外婆当成了皇后 公主说 她们的头发看起来一模一样嘛 接着 公主把七看成了九 搭错了公交车 上课时 又把三看成八 惹得全班 哈哈大笑 公主心里很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皇后找了医生来 医生说 公主可能有点近视 也有点散光哦 我来帮她仔细检查看看 国王说 难怪公主最近常说眼睛累 看东西都凑得很近 皇后说 难怪公主常揉眼睛 也常眯着眼看东西 医生说 公主一定是常常在光鲜不足的地方看书 或者躺着看书看太久 还有电视看太久也不休息 检查后医生说 还好 公主只是假性近视 多让眼睛休息就好了 不过 公主还有散光 得先戴眼镜矫正一下 公主试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一副喜欢的眼镜 公主戴上了粉红色小眼镜 哇 东西看得好清楚哟 大家笑着说 我们的公主是个眼镜公主 公主很不习惯戴眼镜 因为重重的眼镜 总是压得鼻子红红的 有时候从冷气房里出来 镜片上都是雾气 喝热汤时 眼镜上一片水汽 什么都看不清楚 做运动的时候 怕眼镜掉下来 游泳时 根本不能戴眼镜 下大雨时 真希望镜片上 有两个小雨刷呢 公主想让眼镜变好 请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医生说 公主可以做做眼镜体操 多让眼镜休息 来 和公主一起来做眼镜体操 眼球向右停五秒 回到中间停一下 眼镜向左停五秒 回到中间停一下 眼镜向上停五秒 回到中间停一下 眼镜向左停 眼镜向左停五秒 眼镜向下停五秒 眼镜向下停五秒 回到中间停一下 还有 眨眼镜运动 用力 闭上你的双眼 再把眼镜 一下子睁开 厨师说 让我来煮一些胡萝卜 这些菜对公主的眼镜 应该有帮助 国王说 看书光线要充足 睡眠要足够 皇后说 还要多做户外运动 多看看远的地方 公主照着大家的建议做 过了一阵子 医生说 公主进一步很快 不必再戴眼镜了 记得定期检查视力哦 公主眼睛变好了 东西全都看得很清楚 真是方便极了 大家都高兴地说 我们的公主眼睛真明亮 公主好高兴 决定把她的粉红色小眼镜 挂在墙上 提醒自己 要爱护眼睛哦 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汇本故事 分享完了 记得要保护好 你们的小眼睛哦 要是我们的眼睛 受到伤害了 就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呢 可千万别做 下一个眼镜公主 或王子哟 再见